欢迎大家回到人间好要义的节目现场 我是怡云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的是自杀防治中心的副主任 陈碧霞陈副主任为我们介绍 躁郁症忧郁症患者到底有哪些就义资源 还有这时候家属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副主任你好 你好 陈副主任你好 是 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就是 其实好像在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精神照护 在即兴的时候嘛 是 他的那个程序是怎么样 在就是说前面所提到 如果在社区里面发现有干扰 或者是他有严重的自伤或伤害他人的情况 可以打119 打119或110 会跟那个派出所或者消防队有一些联络 那他们也会跟那个卫生所上班的时间 卫生所会有人 会派人出来 然后他会协助去了解那个医疗机构 有床位 可以协调住院或就诊 所以这个大概医疗跟这个治安的体系都会有合作 所以大部分就是只要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还是打110或是119 对 就可以寻求到一些协助这样子 但是前提是说 这个有 非常紧急的状况 紧急 对 会造成整个会伤害他自己 或整个对社会的有危害的情况 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对还是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对不对 不要动不动都打119110 对对对 就是真的遇到很紧急的时候 可以寻求这样的协助 如果说是急慢性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到社区里头 有些社区医院嘛 对不对 自行就诊就可以 对对对 就是可能就是按时服药 然后做一些心理的 智商的方面的 是 医疗方法 方法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在照顾上面 还有哪些东西呢 另外就是说 我们可以运用的社会资源 比方说这个病人比较稳定之后 在社区里面 除了按时服药之外 社区里其实还有蛮多 可以利用的资源 那现在 推动那个慢性病的这个照护 糖尿病高血压也是一样 尤其忧郁症 有一个叫做忧郁症共同照护 那很多的医护人员 受过特别的训练 他们得到这个认证 可以协助这个忧郁症的病人 那通常这个忧郁症共同照护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会进行个案管理 那做追踪 那协助病人 按时就医 然后鼓励他 跟这个参加活动 跟人的接触 他对病人的治疗效果 还有他的生活品质 都是有所提升 是 其实刚才我们副主任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医疗照护 共同照护网 它主要是一个执照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像是有些社区 警察的诊所 那在他有时候就外面 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执照 就是共同照护网那个 认证 认证 他有经过认证 是 所以有些人可能如果说你连社区医院都不想去跑 有时候家里附近的那个诊所 如果有这样子的照护网 执照证照的人的那个诊所 其实也可以进去寻求协助 因为基层的医师他有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 会获得这样的一个认证 对因为其实有时候 找一下家里附近的那些社区医生 找一下那个跟 就是其实因为这种东西 这种疾病是可能就是要长期的照护 对不对 所以找一个医生可以长期配合的 对 所以有这样照护网的那个诊所的家医科医师的话 其实他们可以跟你 就是因为可以保持那个很好的关系 是 病患 医病关系 医疗好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个 他的治疗上面就会维持的比较好 这样子 是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样子的 就是说到这样的一个初步的这个基层的医疗单位之外 如果只是服药可以解决 那就比较简单 如果说要进一步的住院啦 或做其他的处理 那通常医师都会有转介 他可以转介他 那个进一步的处理 比方说去住院啦 或者是到其他的这个日间留院单位啦 或者到社区的一个工作坊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一个照护照顾的网络主要是促进病人的康护跟他的提升他的医疗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质 是 而且也可以减少 因为有些人就想说可能生病了就直接去找那个精神科或是身心科医生 还是很多人会排斥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的那种照护网出来的时候应该很多人就是想说那我先去找社区的诊所 来先了解一下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这是一个很很不错的方法 先做一个评估跟了解 对就不用说直接去找那个精神科很排斥 是是是 好那我们在那个卫生署上面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卫生署它是有推动一个叫做精神病的社区关怀照顾计划 那他聘有一些关怀照顾员 对于出院的病人在社区里面他会去访试 有需要进去访试去关心 然后如果病情有变化 他们也会协助跟家属一样协助他转移 就是协助他再去就医 然后规划协助他规划整个接受医疗 或者是说应该到什么样的附件单位 去接受活动跟治疗等等 就是一些后续的追踪 后续的关怀照顾跟追踪 是 那我们还有看到就是24小时的电话 因为其实现在人如果说好 还是连诊所都不想去的话 其实还是有一些电话的那种方式 是 其实那个婚生署有一个安心专线 那这是在就是说有些人 他觉得需要有一些咨询 他不了解 要就医 或者是有一些心理卫生的问题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打这个 零八零零七八八九九五 安心专线的电话 零八零零七八八九九五 其实后面那个数字就救救我的意思 是 可以去 这个是由六个精神医疗网的核心医院 负责接这个专线 它是24小时的 他可以提供一些医疗资源 的资讯这部分 所以其实其实现在就是说 如果说是一些身心 身心有生病的朋友 或是一些精神病的朋友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会求助无缘了 家属也不会想说 怎么办 我家里有一个这样生病的家人 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有很多社会资源 很多就医资源可以来做 对啊 所以像是什么 忧郁症共同照护网 或者是 政府照护的计划 然后或者是有安心的专线 然后还有一些社区型的医院 然后或者是诊所 其实都可以提供这样子的服务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赶快回答一下 观众朋友传言解采的问题 我们第一位是台中的林先生 他想要请教医生说 他的女朋友动不动就会 自缠自杀嘛 然后他想说 他们之前也其实有麻烦过 请小朋友 然后他觉得说 跟这样子的女朋友在一起很累 可是他也很怕说 分手之后 他的女朋友会更严重 所以他想请教说 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办法 因为他其实觉得 女朋友这样做其实也很伤害自己 是 其实在这个 自杀 这个问题 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学问 如何做自杀的预防跟处理 这部分我们可能要多一点的了解 不过提到有些会有一种叫做 作态性的自杀 作态性的自杀 或者是威胁性的自杀 有人是用 有时候他会用自杀作为一种手段 以就是说来要求 就是说来要求某一个 他需要要求达到某一个目的 他是做一个手段 但是对这样的我们也不能亲夫 就是说不能说他又在 又在威胁或怎么样 你不能亲夫 不能不理他 因为有时候真的会 一般人讲弄假成真 或者是他真的没有台阶下 逼到某一个角 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真的会自杀 他真的会 对 所以一般来讲不能 对 就会只给你看 类似这样 他就会变成真正的行动出来 那所以对这样的个案 多给他一些关心 多了解他 知道他的问题跟需求在哪里 陪伴他 然后把 比方说他有什么问题 大的问题 可以画小的问题 比较容易解决 我想这样还是 这样的病人还是需要关心 没错 其实有时候家属 他们在陪伴的角色上面 其实有时候 会开始觉得厌烦 想说你可能 又是在演戏而已 对不对 所以就是 就会开始轻乎他 可是有时候那些悲剧 那些意外 刺杀的意外 往往是因为这样子 可能没有去多注意他 就会这样产生了 对 有时候他会真的被 到某一个 被略到某一个程度 对 他会没有台阶下 最后只好真正直杀 对 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关心他 不要讲说就轻乎他就对了 对 好 那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副纯线 我们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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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明天我们再会咯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